我们的话语 在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我来读 大家一起看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所趴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上帝就伺服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活 遍满地面 置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帝说 看啊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地 先进来这个 加饭